在我们现今的科技社会中 手机、电脑、网络、人造卫星、WiFi、GPS等高科技产品无所不在 它们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基石 然而 这些看似坚不可摧的技术体系 其实正面临着来自太空中 那个巨大而炽热的火球的潜在威胁 太阳风暴 太阳风暴是太阳上粒子和辐射的巨大爆炸 当它们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时 会产生强烈的电磁干扰 对地球上的电子设备造成严重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尤其是对于依赖电子设备运作的现代社会 回顾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太阳风暴曾经带给人类巨大的灾难 1859年 一场被称为卡林顿事件的太阳风暴席卷了地球 当时英国天文学家理查德 卡林顿观测到太阳表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 巨大的太阳黑子复合体释放出强烈的咬板 不久后 整个地球被极光覆盖 即使在热带地区也能看到明亮的极光 同时 电爆线和电网也被强大的电流淹没 导致电爆机和电爆纸着火 操作员触电身亡 这是人类历史上观测到的最强大的太阳药斑风暴之一 然而 与1859年相比 现代社会对电子设备的依赖程度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 我们的通讯 导航 电力供应 以及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电子设备 卫星 电网 飞机 汽车 智慧型手机 智慧家庭等 无意不是电子设备或由电子设备控制 一旦太阳风暴再次发生 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事实上 近年来 我们已经多次遭受太阳风暴的威胁 虽然这些太阳风暴的规模相对较小 但已经为地球上的电子设备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 例如 1989年的一场地磁风暴导致北美整个互联电网受到破坏 加拿大魁北克省因此停电12小时 此外 卫星也受到影响 包括NASA的通讯卫星 这些事件都提醒我们 太阳风暴对现代社会的威胁不容忽视 如果如此规模的太阳风暴确实袭击地球 据统计 清理工作可能会花费两兆美元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项研究 卡林顿事件已经过去160年了 根据冰漆样本 这是过去约500年来最为强大的太阳摇摆 天文学家估计 这样的太阳风暴每千年会发生两次 这意味着通常我们在有生之年 不太可能再经历一次 但现在天文学家估计 不排除在我们有生之年经历一次的可能性 天文学家最近发现 太阳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超级巨大的黑点 许名叫雷尔3664 它简直就像太阳界的超级明星一样 吸引了科学家们的目光 这个巨大的太阳黑子 是这个太阳周期中最活跃 最大的黑子之一 现在成了讨论太空天气对地球潜在影响的焦点 这个特殊的太阳黑子 与历史上的太阳事件 例如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 有什么相似之处 下面我们来探探究竟 雷尔3664太阳黑子的出现 无疑是近期天文学界的一大焦点 它的体积之巨大 令人惊叹 根据科学家观测 这个太阳黑子的直径 达到了惊人的20万公里 比地球的宽度还要多15倍 如此庞大的体积 使得它能够透过普通的日式眼镜被观测到 成为了公众科普教育的热门话题 这个太阳黑子的活跃程度也异常之高 它频繁地产生M级甚至X级的药斑 这些强大的药斑 向整个太阳系发送了电磁辐射的冲击波 在地球上 我们可以观察到 突然的无线电静态增加 以及通讯和导航系统的干扰 这些干扰现象 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更对现代科技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更严重的是 AR-3664太阳黑子 也与多次日缅物质抛射事件有关 当这些日缅物质抛射事件发生时 大量的气体和磁场 从太阳的日缅中被抛射出来 形成了一道道壮观的景象 然而 这些CMES 日缅物质抛射 在太空中的路径并不固定 一旦与地球的磁场发生碰撞 就会引发地磁暴 地磁暴不仅会对电网和卫星等 关键基础设施造成潜扰 还可能对人类的健康产生潜在威胁 近日 太阳黑子活动的频繁 彷復一起警钟 提醒我们那遥远而巨大的恒星 其潜在的能量如何深远地 影响着现代科技的脉动 这种潜在的干扰风险 凸显了监测太阳黑子 这类天文现象的重要性 科学家们犹如侦探般 手持各种精密工具 从NASA的太阳动力学天文台 到地面的太阳望远镜 紧密追踪着这些神秘的宇宙特征 透过研究太阳黑子的生长轨迹 运动方式和磁性特性 研究人员逐渐揭开了 导致太阳药斑和日缅物质抛射 CMES等天文事件的神秘面纱 这些知识对于提升 我们对太空天气事件的预测能力 至关重要 宛如一把保护伞 守护着卫星 电力网络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 使其免受太阳情绪无常的侵扰 全球的天文台和科学中心 也抓住了这难得的教育契机 让大众更深入了解太阳的动态本质 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透过在人行道上投射的影像 或在荧幕上的展示 即便没有专业的望远镜 人们也能亲眼目睹 这个特定的太阳黑子 随着太阳的旋转而逐渐改变 随着我们逐渐接近太阳11年 活动周期的高峰 对太阳黑子的监测 所获得的深刻洞察 变得愈发关键 每一次的观察与研究 都如同在揭示宇宙的秘密 强调这些天体现象 对我们这个高度依赖科技的世界 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回顾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时 我们不禁惊叹于那次药班 所引发的地磁暴之迅速 与影响之广泛 在那个时代 欧洲的电暴系统几乎完全瘫痪 操作员们报告说 他们的设备中甚至出现了火花 强烈的电流足以引发火灾 如今 随着R3664的活跃表现 我们似乎再次面临了类似 甚至可能更严重的挑战 这次 我们对电子系统和卫星的依赖程度 已经大大超过了一个半世纪前 因此 潜在的科技干扰风险也随之增加 卡林顿事件之后 极光的出现变得异常广泛 甚至出现在了像古巴这样南方的地方 以及澳大利亚昆士兰这样北方的地方 这种极光的出现 是地球地磁场中 巨大而强大的运动所造成的 他们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观察地球磁场动态变化的窗口 而最近 R3664的活动也引发了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密切关注 他们试图从这些生动的激光中 解读出更多关于地球磁场和太阳活动的资讯 随着R3664的活跃 公众和学术界对于可能出现的网路末日或广泛停电的担忧也日益加剧 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已经变得非常惊奇 且高度依赖稳定的磁场条件 一旦遭遇像1859年那样的太阳风暴 我们的电网 卫星通讯 GPS导航等关键系统都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运作陷入瘫痪 然而 面对这样的挑战 并非束手无策 自从卡林顿事件以来 人类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 从加固电网 到实施卫星防护措施 都在努力减轻我们对太阳风暴的脆弱性 同时 像联合国外太空事务办公室 和国际太空天气计划这样的国际机构 也不断加强协作 提升预测和减轻太空天气影响的能力 此外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预防总是剩余治疗 透过加强对太阳活动的监测和研究 我们可以更好地预测太阳风暴的发生和强度 从而提前采取措施 减少其对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同时 我们也需要不断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 对太阳风暴的抵御能力 确保在遭遇极端天气事件时 能够保持正常运作 当然 除了技术和基础设施层面的准备外 我们还应该加强公众教育和一时提升工作 透过普及太阳风暴的知识和应对措施 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防范太阳风暴的行动中来 共同建构一个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之 面对巨型太阳黑子 R3664可能带来的挑战 我们需要保持警觉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 透过加强监测 研究和预防工作 我们可以减少太阳风暴对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确保社会的正常运作和持续发展 同时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面对天灾的挑战时 人类的团结和协作是克服一切困难的关键 谢谢您的观看 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